记者刘雨庆 澎湖报道 选举战股贫催 澎湖县政府突传出小福主管一栋建设处长薛洪营调动农渔局长 一缺由参议卢春田接任 原农渔局长陈高良调任参议 消息传出令外界哗然 今日或速举行农渔局长交接典礼 由副县长林接兴主持 原建设处长薛洪营 魏彭湖县绿营精神领袖薛碧一只字 在蓝营执政时期 一职一语不得志 当了多年的科长 陈光复当选后先后拔着位农渔局副局长 建设处长等职务 但因建设处龙蛇夹处 不一统域 更传出二级主管竟直接跳过处长阅记报告 一度让薛在主管汇报向县长拍桌 薛洪营在今日农渔局长交接典礼 选择直接向外说明时宜 表示每个人对于宪政方向有不同看法 他与宪长有磨合期 但都是为了澎湖家乡建设共同努力 感谢宪长陈光复给予他历练的机会 将全力以赴 交接典礼由副县长林接兴主持 主继处长许金珍 财政处长杨书顺担任尖交 各界嘉宾应邀官吏 另外接任薛洪营建设处长职务 却是大爆冷门的餐议卢春田 卢春田出身消防体系 在前朝王前发现长时代主管财政处长职务 被外界视为王朝人马 又无工程背景却能脱颖而出 跌破一堆专家眼镜 因为现任参议红洞林 菜友中都具工程背景 但也有人认为卢擅长沟通交集 渴望整顿建设处派系淋漓的乱象 陈光复选前下险棋 是好是坏仍值得观察